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SARGABA TV 昨天適逢海馬集說 任天堂發表了一個Nintendo Switch的一個新主機 即是NS 我們看回傳播影片 究竟任天堂是怎樣發展 只是個人立場 但我們會看看它是怎樣發展 正如eSports 其實它應該是去到eSports的階段 這部機器是怎樣 我們看回頭 一個人在打一個人 我其實未看過 我看了少少 我由頭再打 這樣就很難打 機械可以做什麼 狗肺 插開按鈕 這樣就可以變成平板 變成平板 帶出街 帶出街放狗 第一個就是帶出街可以打到 第二就是飛機 當然你拿著這部機器 插開餅帶 即是可以交流 即是任天堂最基本的東西 像相機一樣 飛機插著這部機器 這個東西分解做了手掣 轉去做手掣 其實它這個手掣 不是普通手掣 而是面貨的手掣 轉到車 再打 然後再打 然後再打一部機器 有一個專用自己的手掣 你又插來繼續打 其實是很方便的一招 那就是那一招 這個就是拿到卡尼 上到車 就用手掣 在這裏開了 即是多人 對 這就是拿到卡尼 真的多人 近距離了 兩部Tedland 兩部的Switch機 一起在這裏打 即是已經變成了一個支援的多人 還可以兩部機板 即是你可以多一波 那這個也是一樣 打打機 它又會看到有人在這裏 再拿這部機器出去 變成派對 到了這個了 其實大家在聊天 這些應該是eSports隊 大家在這裡交流 在這裡練習 那這個呢 兩邊都可以踩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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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他們最大的發展 那就是eSports 那就是下年3月 那這個其實 我們現在看得出 就是任天堂 現在其實有一個路端 就是除了eSports 就發展手機 你的Tablet 還有家用機 然後一舉三不 就好像 像現在iPhone 或者那些 就是Apple TV 就是類似 那其實 始終這件事 OK的 還有我們看得出 一件事就是 將這部機 還有它最後 就推廣回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eSports 那未來 即日後他們會不會 發展到eSports 就真的會 其實我們看回手法 有很多大錯 CAPCOM也有份 現在問題是CAPCOM 不要說他會不會擺 Sprint Fighter 你擺一隻 好玩一點都可以 基本上 找一隻魔衣 都 找一隻魔衣移植 你玩格鬥遊戲 那你 Smash Brothers 你這個 飲天堂大亂鬥 你怎樣都要進 等一會 我會展示 第三廠商的名單 其實現在我們趁著 趁著 小小小小小小的 我會不會買呢 我會買的 我們現在採用的是 NVIDIA的新技術 這個技術也叫做 找到了 找到Partner企業 先找到一張圖 看一看 505GAMES 我們不知道 我們會說 Ars 有Guilty Gear 就是Guilty Gear 最出名 Hexus 浩血之一族 我記得當時 還有 女神轉身 我記得 BANDAI LAPCOR BANDAI LAPCOR BANDAI LAPCOR 就是GUNDAM 最主要是GUNDAM E Sports GUNDAM對GUNDAM 這些遊戲都可以 還有太古 太古都是 出名的街機遊戲 移植下去 Nintendo Switch 沒有壞 旁邊這家 我們不知道 我們會說 CAPCOM就不用說 那麽多了 最重要的幾個遊戲 這隻CODEMASTER 有的 SELOCA SELOCA 印象之中 PS4 好像未見 有 EA EA 不用說 EA FIVA 當然 最遇到FIVA FIVA Sports Game 這兩家 我不知道這幾家 不知道這幾家 GUNDAM 有 PND 大家都知道 HAMSTER HAMSTER 是便利店 五時代 這家公司 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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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 Gallop Racer Winning Pulse 三國武雙 這些遊戲 大家都應該 視熟能詳 這個 可能是光榮 最重要的 可能是到E Sports 位置 三國字 KONAMI 馬甲 馬雀格鬥 俱樂寶 Nintendo Switch 的移植機會率很高 其實印象之中 如果是 因為它推出了V版本 這次如果用卡帶 可能KONAMI 是這隻 最大機會延值 還有 它們會不會有可能 移植傳說中的大作 G1的Vitory Roll 這隻賽馬遊戲 其實這隻如果真是移植的話 可以令KONAMI 賺到滿滿滿 這隻真的 然後Level 5 還要拿我們 看不到 SYGA 其實現在印象之中 Virtual Fighter 只是移植到PS4 還有人中龍 裡面的其中的環節 而SYGA 會不會這次真的 整個VF5移植呢 當然 它的性能 會不會真的可以去到這樣 因為始終是電競遊戲 你會有 還有SYGA 會不會出一些歷史合集 又會出一些其他 Square Enix 最經典 和任天堂合作過 出過 Edatascript 即是大富翁的改版 的變種規則 其實會不會出到很多呢 這個陣容 真的會比較經典 這個陣容是OK的 這次的手法我會不會買呢 其實我手法一定這次都會買 這次 其實我細數3DS時期 手法的時候 我都用了4000多元買 這部機 我打算他 3500左右 我第一批水貨價 我預計 但希望這個價錢真的不要什麼 真的 值得這個價錢 還有你這麼多大錯 但最重要的就是 大問題是 現在手法會去到怎樣 哪些手法作呢 就真的要看一下 因為現在十月 十一十二 一二三 有五個月時間 給他們籌備 那他會出到什麼遊戲出來呢 那他真的 要看一看 其實這一個是六波節目的 是 就 就 有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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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